华航的货机机师目前累计5人染疫了 目前确诊名单当中的5人几乎都是感染源不明 大家开始担心了 包括指挥中心以及专家都不排除 华航的货机机师内部可能有什么 潜在的无症状感染者 造成整个机队的成员内 形成一个隐形的传播链 所以张家就呼吁了 应该要扩大继续筛检 华航机师接连爆出确诊 截至二十四号已有五人感染 专家及指挥中心怀疑 在华航货机队内可能有隐形传播链 隐形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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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扩大的裁剪 一千两百七十二位机师 会在这几天会密集 会做积极的裁剪 分析5名染疫机师 案1078案1079 两名台籍机师确诊得到新冠病毒 基因定序更确认是英国变异株 怎么感染到的还查不出来 案1091印尼籍机师 曾去美国执勤 反台自主健康管理的第一天 就违反规定 跟在澳洲确诊的机师 一同去台北清真寺 结果案1091确诊 感染源一样不明 指挥中心推测 在澳洲确诊的印尼籍机师 可能就是被案1091传染 至于案1092 在4月7号跟澳洲确诊机师执勤 被回溯裁剪揪出 但因曾去纽西兰荷兰 因此指挥中心推测 两人染疫应该无关联 如何染疫目前也还不清楚 由于五人分属华航两个不同机队 专家担忧 华航机队内恐有无症状感染者 造成机师染疫 但有不具名机师指出 确诊机师其中一人 龟毛纯度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戴口罩 手套 上飞机自行消毒 甚至飞行日志交接 会整本喷酒精 这样防疫严谨的机师都染疫 真的是无语问藏天 但专家不排除在机舱内 机师有互相感染可能 专家认为机队内有机师染疫后 传染他人可能性较大 恐怕这又是一波群聚感染 但详细疫调还有在指挥中心 进一步厘清 记者杨师长 向于SNG台北采访报导 好 继续来关注是 华航接日连三出现机师染疫 那么内部就寄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了 从今天开始 只要是长城过夜航班 返台的机组人员 居家检疫期满 必须除了有PCR的核酸检测之外 还有增加的是血清的筛减 专家还建议了 机组人员应该要每天每月 来检测血清抗体 不过机师坦言 其实执行上真的蛮有困难的 华航机师目前累计五人染疫 除了一人感染源 只向一名机师案1091 其他四人的感染途径仍然不明 医师黄立明就建议 针对机组员每个月 进行血清抗体检测 掌握有多少人感染防范未然 专家解释主要是想发现 相关人员过去一到两周 有没有曾经感染新冠病毒 及早防堵 避免机组人员之间互相传染 引爆更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但机师认为实际执行有困难 目前向机组员这类高接触 风险工作者 接种率只占了百分之二点七八 相当低 机组员解释是因为派班问题 所以无法打疫苗 航空公司应该调整派班 如果要在短期间内去做施打的话 在工会这边的评估 可能需要把一些航班 去做一个缩减 这次华航机师案1091违反规定 居检五天结束立刻去清真寺 而对于被外界指责 内部螺丝松了 华航也有话要说 华航已经向组员发出通告 从二十五号开始 只要是执行长城过夜航班返台的机组员 居家检疫期满除了PCR核酸检测外 另外增加验血清抗体筛减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刚刚有些人说嘛 这个是采购的公告曝光了 辉瑞跟莫德纳疫苗要来了 机关署就开出了 运送新冠疫苗的冷链需求 编列2.4亿元的预算 包含了-70度有50万剂 -20度有100万剂 而指挥中心就证实了 就是辉瑞跟莫德纳疫苗 不过专家认为 尽管如此 那么国内施打的疫苗 还是以AZ疫苗为主 还有医师就痛批了 指挥中心一开始的施打顺序排列 根本就是错误的 应该是要让像是机师 以及让关口列为第一顺位 才不会让台湾爆发本毒疫情 AZ疫苗开打 但公费打气不如预期 许多人观望其他厂牌疫苗 现在传出好消息 机关署4月23日开出运送 新冠疫苗冷链需求 编列2.4亿元运算 包含-70度50万剂 跟-20度100万剂 因为是极低温运输 只适合mRNA疫苗 等于非正式宣告 莫德纳辉瑞可能即将来台 采购需求里 疫苗总量1408.3万剂 其中AZ1258万剂 指挥中心也证实 50万剂是辉瑞 以及100万剂的莫德纳 但疫苗核实来台湾 还是未知数 不过就算辉瑞跟莫德纳来 施打的主力 还是放在AZ疫苗上 但专家忧心疫苗覆盖率 恐怕会更加延缓 但不论打哪一款疫苗 专家认为根本问题是施打顺序 错误 应该将每天守住国门的关口工作人员 以及出国的旅客 列入第一类接种对象 而不是放在目前的第三第四类 自费接种时程太慢 也才会让本土疫情又卷土重来 亲信念念的辉瑞跟莫德纳要来 预计能提高公费施打率 但一般民众恐怕还是打不到 只能打谨慎 而且是为数最多的AZ疫苗 记者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